共僚区美丰里里长周北芳 虽然里长资历目前才进入第五年 但其实大家对他并不陌生 因为他曾任村长 妇女会理事长 武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更是调节委员会的议员 他的足迹早已遍及共僚区 现在全职美丰里里长 也让美丰里的里民很有感 好 那我们申请山顶山甲都有 而且住的居民都比较分散 真的老年人是比较需要去照顾 我们现在共餐 我任内就开始做共餐 共餐是没有经费 可是我觉得说大家一个月一次 虽然一个月一次 虽然是吃个简单的便当菜 可是大家齐聚一堂 可以闲话家常 他们都很快乐 也很期待说每个月一次的聚会 以后我还是会努力 这次很荣幸 公所也推荐我做机务里长 真的是一个是很荣耀的事情 里长周背方表示 争取地方建设经费是最基本的 另外就是着重于照顾 长者生活及福利 配合市府政策 邀请社会局提供多项 有关照顾偏乡长者娱乐 医疗及增进健康照护等措施 同时大力推广低碳生活 绿色采购 倡导正当休闲运动 提升偏乡老人生活幸福感 我们周背部长里长 推展热心风雨 热心服务 都会办理我们老人共餐的服务 对我们乡亲的照顾都非常的贴切 像老人家有一些紧急的状况 那都亲力亲为 会帮他去做送医 在社区服务方面 在团境清洁方面 所以我们这区的大小服务方面 都非常的认真用心 所以今年他也荣获公所的一个肯定 乡亲的一个肯定 我们推荐他为基优特优里长 共聊区区长表示 里长周背方关怀长辈 情理轻微 日夜不辞辛苦驾驶服务车 穿梭社区服务长者 举凡接送注射疫苗 护送旧医 代购日用品 送餐时 申办证件等各项补助 皆不遗余力服务到家 这次获选为特优里长 实至名归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